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中草药生物技术 主要介绍课程简介及大纲 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中草药生物技术 学分数两学分 课程概述 中草药生物技术 介绍传统及现代中草药相关主题 由传统中医观念认识常见 中医方济及配五原理 及方法 其中包括中药的产地采收 与储存炮制 性能配五与用药禁忌 及用药剂量与用法 提供学生由理论导向 实际应用方式来学习 如何以生物技术 科学化观点来研究传统中草药 那授课老师介绍 姓名刘满海老师 联络电话 02-278-21-862 分机274 Email是manhailiu at gmail.com 那办公室是GA101-1 专业领域是中草药跟保健食品的开发 课目中指中草药生物技术 介绍传统及现代中草药相关主题 由传统中医观念认识常见 中医方剂与配武原理及方法 提供学生有理论导向实际应用方式 来学习如何以生物技术科学化观点 来研究传统中草药 学习目标 1.知识 传统中草药之了解与科学化生物技术的应用 技能 台湾本土药用植物 并加以开发成机能食品 另一方面中草药萃取方式 品质控管及化学成分检测 以此作为中草药科学化之基础 及进一步将中草药产品制造科学化 那态度 严谨的态度面对中草药之学习 针对现代生物技术对于中草药研究能够令学生获得启发 学习对象 本课程为对中草药生物技术有兴趣的学生所开设 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修学习 学前能力 本课程需具备以下基本能力 一需要具备的基本程度 基础生物技术 第二建议具备之能力 一对于中草药有热忱学习 二具有基础生物技术 学习方法 一课前预习 依照课程规划 预习课程 二课程中 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除依照进度进行课程 在每个单元学习后 同学间进行综合讨论 三课后 若问题无法了解 代表有观念尚未了解 应求教老师 教学大纲第一周 一规划学习主题 教师及课程介绍 第一单元中草药介绍 第二规划活动 分组后小组讨论 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二周 学习主题第二单元 中草药保健功能性 生物技术应用之一 第二学习活动 由第二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三周 学习主题 第三单元中草药保健功能性 生物技术应用之二 第二学习活动 第三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四周 学习主题 第四单元中草药保健功能性 生物技术应用之三 学习活动 第四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五周 第五单元中草药保健功能性 生物技术应用之四 学习活动 第五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六周 第六单元中药质量控制原理 学习活动 第六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七周 一学习主题 第七单元中药质量控制技术 第二学习活动 第七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八周 学习主题第八单元中药化学成分检测 学习活动 第八单元小组讨论 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九周 学习主题五 学习活动 其中考 教学大纲第十周 学习主题 第九单元天然物药理简介 第二学习活动 第九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一周 以学习主题第十单元常见中药药理活性之一 第二学习活动由第十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二周 学习主题 第十一单元常见中药药理活性之二 第二学习活动由第十一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三周 学习主题第十二单元中药药科学化步骤 第二学习活动 第十二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四周 学习主题 第十三单元科学化中药制造介绍之一 学习活动 第十三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五周 学习主题 第十四单元科学化中药制造介绍之二 第二学习活动由第十四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六周 学习主题第十五单元科学化中药制造介绍之三 第二学习活动 第二学习活动第十五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七周 学习主题 第十六单元中药药未来的发展 学习活动第十六单元小组讨论 第三规划上课分组讨论 教学大纲第十八周 学习主题五 学习活动期末考 各位同学成绩考评如下 实体评量分期中考期末考 课程活动参与状况 评合方法是以成绩分数 与实际参与状况分别评定如下 期中考占30% 期末考40% 课程活动参与30% 未来学习方向 相关课程 中草药概论 延伸课程 中草药保健食品开发